中国河南省旅游局和松山少林寺武术馆 11月20号在国际贸易中心正式落户接牌 河南省旅游局副局长何林和松山少林寺武术馆长焦洪波 分别与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签署 共建旅游推广中心及开展媒体宣传的合同 和共建中国河南松山少林寺武术馆休斯顿分馆的合作协议 当天河南省旅游局和松山少林寺代表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休斯顿总领馆文化组李前卿领事 美国国会议员亚裔代表谭秋勤 密苏理事市议员Dennis Wynn 以及大休斯顿地区中美商界桥姐共进百人 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河南旅游推广中心及松山少林寺武术馆休斯顿分馆接牌仪式 20号在休斯顿国际贸易中心正式举行 河南省旅游局副局长何林表示 松山少林寺武术馆和河南旅游推广中心正式落虎休斯顿 可以说是和美国接上了地窃 希望以中国功夫这张独特的名片为突破口 让美国乃至全球的消费者们 能够了解河南的旅游产品到河南去做客 何林局长在致辞中向大家介绍了 河南最新的旅游资讯 这几年我们河南省的旅游事业快速健康的发展 如果说让我们从数字上来看的话 那么去年一年我们接待量是3.6亿人次 那么扩大国际市场的份额是我们河南省游局目前当之级的任务 美南传媒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也在致辞中表示 这是国际贸易中心和大休斯顿地区重要的一刻 见证中美文化交流发展的历程 对于我今天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来举办这次活动 这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关系以及长期的合作 休斯顿是河南代表团北美执行的第二站 河南旅游推广洛杉矶中心18号刚刚成立 随后他们还将继续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市和美国纽约市 继续派发河南旅游名片 之所以采取以武会友的独特推荐方式 河林局长介绍 河南地处于华夏腹地 是中华文明主要的发源地之一 拥有丰富的人文和历史资讯 目前旅游业发展非常快 去年旅游收入占到全省GDP8% 但是国际化程度一直不高 他们优秀的中华文化如何推荐到远程市场 特别是北美地区是我们在努力摸索中 经过多方调研 他们发现在北美地区河南的知名度不高 但少林武术民谣海外 和林说 因此他们选择了中国功夫 这个老百姓易于接受的项目作为突破口 推广河南的文化旅游资源 美国是除了亚洲之外 入境河南旅游最多的国家 2012年达到8万人次 然而这个数字在逐年攀升 该省以往的宣传推荐活动 主要是围绕纽约 洛杉矶等一线城市 与南部及内陆的城市交流不多 实地考察之后 作为世界第六大港口的休斯顿市 开放的国际事业和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给了人们留下深刻意象 他表示 与以往点到为止的推荐工作不同 此次合作算是在美国接上了地气 通过驻地中心和当地文化相融合 与当地消费习惯相结合 将大大提升旅游推荐的实际效果 他强调 此次河南省旅游局 在休斯顿设立旅游推广中心和少林寺 武馆 就是希望借助休斯顿独特的区域优势 依托与美南报业与电视传媒集团的媒体合作 将河南旅游产品和少林传统文化影响力 深入美国内陆地区 让更多美国民众了解河南走向河南 并且此次旅游合作为契机带动两地经贸 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广泛合作